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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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主动的向院方表示退出 就请行政院长主动退派别的 别的政委员来审查好不好 好 我 你可以主动建议吗 是 我会跟院长提起 在立委的追问下 罗姨学表示会主动跟陈冲院长提起 自己不适合审查原住民族相关的法案 至于目前原住民族自治法 查案的进度 行政院原民会表示 今年5月行政院要求修正 原民会已经做好准备进行说明 目前还在等待行政院长安排时间 法案审查就可以继续进行 不过院长何时可以排除时间 目前还是未知数 记得格伦巴号立法院采访报导 好 另外要来关系的是 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是一个依法在2008年成立的基金会 而这个基金会呢 依法被赋予的责任 就是要来主导原住民族媒体 文化传播跟艺术的发展 第二届的董事呢 在日前出炉了 并且在11月25号选出了 第二届原文会的董事长 也就是原来在中研院 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学者周慧敏 他是一位研究原住民族教育的学者 这位董事长也即将成为 决定下一届原文会执行长 以及原住民族电视台台长的关键人物 不过被记者问到说 人事的异动具体的时间表 周慧敏他是一代保留的 表示还在讨论当中 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 助研究员阿美族的周慧敏 11月25日被选为担任 原住民族文化实业基金会董事长 对于外界所关注的 原住民族电视台一波原文会议案 许多原住民级立委在立法院内关心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立法院内也表示 NCC认同原文会经营原市的主体资格 而周慧敏上任原文会董事长后 也视为迫切需要执行的事情 五日周慧敏也以原文会董事长身份 与公广集团长官 在文化部召开协商会议 我们在文化部里面也开了一个协商的会议 跟公司这里我们初步有一个决议 就是未来还是由原文会这里来去运作跟经营原民台 现在公司的董监事会并没有成立 所以一些重大营运的方向也好 人事还有包括一些内部的运作 其实都处在一个不是那么安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现象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会尽快来让原文会或者原民台这里布上正规 针对原文会执行长以及原住民族电视台 一级主管人事异动的部分 周慧敏表示目前还在寻找事当人选 名单何时出路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有关人事的部分我先谈原文会好了 因为原民台这里未来规划 未来的方向我们都还在讨论当中 那原文会这边的人事 我们当然是以明年度还是要推动现有的 规划的一些工作事项 所以人事上面我力求稳定 然后是才是所 这个是我在人事上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至于时间表的部分 我还在目前还在征询适当的人选 未来原市与原文会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很关注 目前公广集团决议将原市经营权交由原文会 不过何时会移波原文会接管营运 目前还是未知数 周慧敏走马上任会不会有突破性的发展 还有待观察 接着我们资本拿路台北市采访报道 好 继续要带来 来看的是中华职棒新人选拔的测试会 有30位的选秀球员参与 这次是许多基层棒球员的梦想 其中有10位是原住民级的选手 都要想要争取进入职棒来打球 入选的名单也即将在12月28号来公布 投球打击 教练团队则在一旁打分数 6日在桃园国际棒球场 举办了中华职棒2012新人选拔测试会 有30位选秀球员参与 其中有10位是原住民级 有阿美族的李优恩 严嘉业 高鹏翔 以及赖伟伦 江明仪 林凯伦 杨龙华 还有平埔族的国修妍 泰亚族的王振杰 周族的安振明 都有丰富的棒球经验 而阿美族的江明仪哥哥就是兄弟相的蔡明爵 在2009年一样透过测试与新人选秀进入了中职 江明仪则希望追随哥哥的脚步踏入中职生涯 另外其中一位泰亚族的球员王振杰 在2009年与2011年的新人测试会都有参与 不过因为在业余比赛中身体受伤 导致测试会中的表现不佳 而今年将身体调试好了 再拼第三次 就是没有什么成绩 是因为都受伤 所以就是趕快把伤痒养好 然后再给自己拼看看一个机会 把自己平常的训练的表现出来就好了 全员们在球场上拿出最好的实力 希望能够通过测试会 晋级选秀名单进入中职 打出好成绩 28日就会公布入选名单 接着我们继续拉路 桃圆中立采访报道 好 另外第一届的泰亚族联合运动大会 今天开始会在南投仁爱乡的 互助村的互助国小来展开 预估互助村将会涌入来自全国各地 大约2000名的泰亚族人 人爱乡公所人员在操场上认真的进行彩排 希望泰亚族联合运动大会能够完美演出 首届的泰亚族运动会将在仁爱乡的互助国小举办 这一次相公所特别安排人员担任导游 带领将前来参与活动的乡镇 首席仁爱乡的环境 这次特别做了一个创举就是我们各乡镇 由我们公所派一个就是派一个随队的服务人员 那我们也都把这边的所有的资讯 包括交通资讯住宿的资讯全部都提供给我们各乡区 由于仁爱乡大多是山坡地 能够办理大型活动的腹地并不多 因此这次运动会就分别在仁爱乡互助国小 普里镇篮球场以及国姓乡的北美国中等三个场地 分别举办各项运动竞赛 而为了迎接大批的人潮与车潮 也特别开辟了六个停车场 共约一百个停车位 以及增批了八间流动厕所 队员大约韩工作人员是一千四百个人 那这不包含游客的数量 所以如果说有兴趣参与这活动的民众 可以在路边按照我们的远景的指示 到周边的停车场去停车 首次办理的泰雅族联合运动大会 七日将盛大展开 从外信市前来的泰雅族人 将齐聚发祥村发原地 共同点燃首届生活 期盼在祖林的庇佑下大会顺利圆满 接着诺南投仁爱采访报道 另外要来看是台东南亡的天主堂 庆祝建堂55周年的纪念 来自台东花莲地区的天主教徒 近三百人齐聚南亡天主堂 庆祝南亡建堂55周年 在活动开始之前 陈光荣长老特别以传统的方式 激告祖林 天主教最早是在195年 六年传入南亡部落 开教神父是瑞士籍的吴婆满神父 当时他以瑞语来传教 教友只有九户 当时南亡部落的马拉茂的风气非常兴盛 西方宗教要传入部落是非常困难 你们一听不用骂 北南主的时候 你们马上联想到 很会做巴黎系是不是 不管到哪里 做那个以利性的事情 好像都是北南主的 不过这些老传教员 这些老神父们 在这个地方很努力地传 我当时也 我曾经老师 不过 我曾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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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一张张的老照片 南亡天主堂 历任十一位神父 十五位传道员 其中有两位北南籍的神父 洪源成神父 跟曾建次主教 而周西守先生 曾修花女士 以及陆森保老师 是当初提供聚会场所的教友 五十五年来 老教友秉持坚定的信仰 热心教会活动 在五十五周年庆的这一天 接受表扬 我曾经老师 在南亡天主堂 历任十一位神父 在民国五十八年成立的南亡厨蓄互助社 日后对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 有很大的帮助 记得米江户台东市采宝宝岛 好 继续要来看的是台东宫东高宫 又有原住民级的学生 在德国纽伦堡发明展传出了解报 三位宫东高宫三年级的学生 在学校的展览室里 进行脚踏车自行充气设备的安装作业 过去一般骑自行车时 轮胎没气的时候才会感觉到 骑起来非常吃力 也随时会有抱胎的困扰 安装自行充气设备之后 在行驶时可自动对轮胎充气 因为一般是用手或用脚踩 造成很多包包便会麻烦 用它偏心作用 然后我们有打气筒 在上面用了股轮去跑 因为有偏心的时候 所以它跑到这边的时候 等一下会再给你看那个 跑过来的时候它会挤压 跑到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 它会放起来 就带着一个打气的一个原理 宫东高宫学生研发的轮胎 自动充气功能的自行车 今年六月迁往意大利参赛时 拿到金牌 十月份代表台湾 前往德国参加纽伦堡发明展 获得铜牌的殊荣 宫东高宫职校过去数十年 在技艺的竞赛中 都有辉煌的历史 如今在机械方面 也有显著的成就 消防队与学生的启发 是教导 让学生们能够充分地发挥潜力 基本上原住民小孩在创意研发这一块 跟平地小孩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事实上我们从三年前开始到国外比赛 我们就发现原住民小孩很多 小孩天马行光都可以乱想 事实上天马行光乱想 原住民小孩反而不受约束 一张张来自国外获奖的长状 是宫东高宫历年来到国外参赛 带回来的优异表现 宫东高宫表示 原住民学生除了在机械方面 有不错的表现之外 在木工技艺方面也有优异的成绩 记者卡达夫亚 古六十台东采访报道 好 继续要带引到高雄 来到市立美术馆 现在正在展出的是 泰鲁阁族以及纽西兰毛利族 艺术家的作品 在白色纯净的空间中 树立图腾柱 鲜明丰富的意象表现出 民族 宗教 祭祀文化 这是来自纽西兰毛利艺术家 George Nugu 与Tracy Tafiao 共同创作的作品 《输光乍现》 另外还有泰鲁阁族艺术家 以优化作品呈现 述说助管其纪念 与毛利艺术家互动的感受 以及东东红文的作品 以影像结合装置 以身体表演及文字诗句融合 吸引不少学校团体 其来欣赏这四位艺术家的创作 那像我们这次来的 毛利的原著名艺术家 那他来这边 一直觉得他想回到家里面来 那他们透过文化的一些习俗 甚至一些梦境的一些诠释 或者是一些语言的一些 一些那个鱼根 其实都是跟台湾的原著名是非常相近的 那我们透过艺术创作的这样的行为 把学术界的东西 把它落实到我们一般民众的认知里面 高雄市美术馆2012年 多元文化艺术施政愿景发展计划 艺术家驻管创作 在地下楼展览室展出 以台湾原著名与纽西兰毛利的 艺术创作者共同结合 分别分熟南岛羽族最北边的台湾 以及南端的纽西兰两地 展期从12月4号到明年1月13号 公开展出 记者母定高雄市采访报道 由于中国以及外籍的渔船滥捕 造成花莲渔图结 渔会要求保障山海里内的生计 休息一下稍微回来带您来关心 原著名的概念向来认为 这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 而现代的智慧安全制度认为 这是由少数人特定的人所私有的 这个光是这一点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非常漂亮 特别的地方 因为在渔山的角 fox 你听 不敢说 不能谈 不敢碰 恐惧 羞怯 不愿面对的禁忌话题 这次将彻底解放 无所遁形 2012世界攻势大展精选 解放禁忌 台北高雄震撼登场 详情请上攻势官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新的调查显示 对于政府保障人权作为方面 人民的整体满意度下滑 世新大学调查台湾民族自由人权的指标 结果显示民众对政府贪腐感到非常不满意 而对政府保障媒体独立自主的满意度 更是连续三年下滑 在两性调查当中 女性比男性更肯定政府对新移民人权的保障 但是对性别平等保障则是不满意 现代妇女基金会分析 女性起薪低 在家暴和性侵的审理当中 对女性的保障都还不够 好 继续要来看的是近年来 花莲海域受到其他县市 甚至是外籍的渔船 像是中国来的船 使用大型的围网或是强光粉具往来烂捕 就导致了渔业资源日益枯竭 花莲区域会无法忍受外船侵犯渔权 向渔业署提出了专业渔业权申请 要求花莲沿海三海里内 外县市和外籍的船只未经申请 都不可以进入捕捞渔获 说到越区来花莲海面上作业的 非在地渔船所使用的捕捞技术 花莲渔民就很生气 像是来自中国的大型围网渔船大小通吃 或是北部县市所使用的强光照射的焚锯网 都是严重伤害花莲地区的 海洋生态 为了要保护花莲海域日益枯竭的 渔业资源 花莲区渔会三年前向渔业署提出 专业渔业申请权申请 规定三海里内外县市和外籍渔船未经申请 都不可以进入作业 否则依法开罚 如果说别的县市或是外籍船只内 进入我们三海里作业 没有进过申请 那我们就会协同我们的海巡队来做一个取缔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有农委会的又规定的一个法子 花莲区渔会强调 要是外县市和外籍船只想要在花莲专业渔业权的海域作业 可向花莲县政府以及区渔会申请 交入渔业规费后才可以作业 而根据渔业署资料 目前全台已经有八个县市申请专业渔业权 象征各地保育近海渔业的意识逐渐抬头 记者温家凯欢迎报道 好 另外在台东县规划了好几条的自行车道 方便自行车来通行 不过其中一条马赫亨大道五公里长的自行车道呢 有民众就发现车道上有186个台电的人孔盖 自行车道变得凹凸不平 影响自行车的行车安全 12年前 银建署在台东建设了一条50公尺宽 5公里长的马亨亨大道马路 其中也规划了自行车道 作为发展自行车运动使用 但这条自行车道上 有民众仔细观察 发现台电的地下缆线人孔盖多达186个 影响其自行车安全 而每天利用这条自行车道 骑车运动的民众 虽然发现这个情况 但都忍耐地绕道而行 这条自行车道也是铁人三项运动 马拉松比赛的道路之一 许多举办骑自行车的活动 也会经过这里 这么多的人孔盖造成道路凹凸不平 确实需要改善 台东县政府表示 这条马路已经计划争取 东部发展条例的经费来重新规划 以并改善人孔盖过多的问题 那我们在做的 做的方式就会比照 我们现在入屏专案的方式 就是所有的人孔盖 我们都要求下地 但东部发展条例的建设经费 花东两线都还在争取当中 而民众却需要一条 平整安全的自行车道 台东县政府表示 一旦争取不到 东发条例的经费 将运用明年度的预算 整修这条自行车道 记者 张明哲 台东报导 好 有原住民级的台电员工 维修的时候不慎被电击 但是赔偿的责任归属却不明确 立委要求台电要负起责任 所以我希望能够重视 对我们一再提起 发生这个状况之后 还是推到这个下下包 我想这样的状况 台电应该负全责了 假如在发生的话 我在这里讲说台电不能 是基本的条件 不能推卸这样的责任 台电要负起这样的责任 对 我们会要求承担商 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定来处理事情 另一位简东民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直询台电的时候表示 石子湘有一位排湾族的台电员工 他维修的时候不慎被电击 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却失去了一只手臂 协商责任的时候台电推给承包商 而承包商却说工程已经转包 另一位认为说台电跟包商都在互推责任 甚至没有帮员工来投保 台电者表示会负责严格要求包商不得转包 也会要求厂商一定要帮员工来投保 不过我们继续要来关键的是 到底为什么政府要把合费料放在蓝宇 这块亚美族人的土地上呢 当年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为什么会是蓝宇 合费转体报导要带您来了解 在民国六十年以前 台湾跟随着美国日本等当时较先进国家 处理合费料的方式 以海抛方式丢弃合费料桶 就在1972年联合国制定防止 倾岛飞物等物质污染海洋公约 通称伦敦公约 这是第一个专以控制海洋青岛为目的的 全球性公约 实质上就是禁止向海洋青岛有毒有害的废弃物 从此刻起 各国开始从陆地寻找掩埋之地 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 但为了尊重国际公约 也停止将合费料桶丢入大海 民国六十一年 远能会邀请专家学者 从全台各地包括离岛找寻适合之地 选定了离岛亚美族的土地 蓝宇 四面环海 丰富海洋资源及原住民文化的亚美族 过去过着淳朴平淡的生活 但如今年年不断有抗议运动 恐慌恐惧的生活 全都从合费料储存厂设立在蓝宇岛开始 亚美族人感到委屈又愤怒 认为当时新建储存厂是场骗局 不但没有说明会告知 就算有力排 长辈们对于中文试字能力也相当不足 那个罗关斗工厂开始一次骗骗骗我们 然后呢 他这几几年 他做签诚嘛 结果签诚完毕了 他都没有给我们签出去 这也是一个欺骗的行为 叔叔 公公 阿嬷 还有我们的父母亲 从我们的台电 他们讲说是以后要盖这个渔工厂 要让当地的年轻人就不会离开我们这个故乡 让他们在这边就业 这个是他们讲的 我们的爸爸妈妈不会看字嘛 所以他们立在那边 等于是我们的父母亲都是狭子而已 那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就在知道说 原来不是盖工厂 原来就是要放 和台湾不要的核冷汇料 对人体有害的 还有这个生态有害的 放在那个地方 杨美族人声称当初是台电 骗他们说要盖鱼工厂 没想到竟然是核非料主存厂 不过原来会与台电强调 没有欺骗或隐瞒地方居民 表示鱼工厂的说法是居民以额传额 这一部分我不认为政府会要去欺骗当地人 那为什么他们族人会是觉得说他们被欺骗说是盖灌 应该是以而传而 因为你私底下聊天 有人也许提出这个东西之后 也许大家都这样子讲 认为是一个 反正是你们外面的人来骗我们 当年对乡亲们说这是罐头工厂 是无从去查烤旗 原能会对于三十多年前会选择在兰嶼新建 合肺主存厂的原因解释 除了天然环境相当适合外 运输也非常方便 主存厂地点的方云五公里是没有人居住的 经过他们实地考察的结果 认为南嶼那个地方有它一些比较好的条件 第一个是运输方便 第二个是主存厂的地点 方为五公里方面都没有人 它是三面环山一面靠海 海印的方便 周围人间没有人居住 各方面的条件 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是适合 不过台电所表示的 与原能会又有所落差 转述核能前辈的立场及文献记载表示 考量海上运输是没错 不过那块区域并未如原能会所说的如此适合 不过人烟稀少的确是事实 在当地其实那个区块是比较不好的地方 就是传统 你有住过人的地方都是比较适合居住 那个地方基本上来讲是比较 比较封闭 而且就刚刚讲一边是海一边是山 那离部落又比较远是这样一个情况 像台湾说要找五公里方 因为没有人居住的地方还不容易 居落 居落还是不容易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过根据环保人士 绿色阵线联盟的林长帽透露 原能会表示尊重联合国伦敦公约不海抛是骗人的 因为当时原能会发现 蓝宇附近有深达近四千公尺的海沟 要持续进行海抛 但被国际发现 因此只好就地在蓝宇新建组存场 是不是因为要在蓝宇进行海抛和废桶而被国际发现 才直接在蓝宇新建组存场 绿色阵线联盟跟原能会各有说法 不管如何 亚美族人的土地被放置核废料已是不争的事实 亚美族人还以为渔工厂引进 可以提升居民的就业机会 带动地区的经济 却万万没想到 装在桶子里的 却是台湾人不要的可怕核废料 这场噩梦何时才会结束 面对蓝宇人的愤怒 政府始终没有给个明确的答案 记者阿博斯巴扎克 采访报导 由于东北季风真强 让恒春半岛面临了今年入冬以来 最强的洛杉矛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带您来关心 一唱的第一句就让她感觉到 今天就是我要拿到卫冕者 就很像这一件很红的那个 爱戴尔小姐的声音 如果你能够唱歌有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style 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 我们每个人在唱一首歌曲 你按照你自己心里想要唱的 感动才是唱歌最重要的 来自阿里山的音乐 原始音乐团 在书补经 content 制作人流 尝试里 spreading out 音乐团 aka Grana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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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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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芽的稻谷送到粮仓 会被嫌品质不良 卖相不佳 降价收购更会影响农民收入 对农民而言 辛苦一整年的农民 耕田 稻秧 收割都要使用极协作业 好不容易等到收割 能够补贴原有成本 还有佳季 但是现在却只能眼睁睁 看着稻米 在雨中淋湿 让他们望雨形态 祈求这场雨 能够赶快停止 记者法务 陈天次花莲玉里采访报道 而另外在台东立道的山区 高丽菜是布农族人主要的经济来源 目前最近正值采收期 但是价格却惨跌 血本无归还不足以形容 因为如果再请工人来协助采收 甚至就会亏本 菜农干脆呢 就把高丽菜拿来危机了 台东海端乡立道山区布农族人 主要以种植高丽菜为生 满山片野种植高丽菜 成了立道部落居民重要的生计来源 但是今年冬天的高丽菜供过于求 价格常不仍独 现在每公斤只卖八块钱 年勤工人的钱 农民表示 一公斤至少要卖三十元 才打平成本 所以有的菜农干脆摆着不采收 也有的哪来危机 或是直接免费让游客采收 种植约三分定的农民表示 如果有人要买 只好便宜卖 但根本没有利润可言 当初他们是以一棵菜苗 一块钱的成本购买一万棵 现在根本就是血本无归 哎呀不够 你看还有请工人 再去山下 去工人就自己的没有了 有钱请工人 一台就买到两千块 你算算看 冬天种的时候还比较好 可是没有价钱 有没有很辛苦这样 很辛苦啊 哎哟 退伍两年多的族人 因为兴趣而留在家里 帮助家人种植高丽菜 以及运输高丽菜的工作 他无奈价格低 但又不得不做 就因为成本没有回来 所以就给他放在这边 给他烂掉 会很可惜啊 嗯 种种的没办法 就是这样啊 历道种植高丽菜有名 如今大家都在种植 而且扩充到乌路及摩天山区 面积高达三百公顷以上 一年当中有两次收成 分别是在夏天和冬天 如今冬天的价格产叠 农民只能较苦连天 有的农民也尝试改种其他的作物 希望可以分摊风险 记者搞得不一样 顾六十台东海端采访报道 好 生态也在变 台湾黑熊向低海拔来移动 林务局东市领馆处的巡山员和游客 今年已经五度的在大雪山和安麻山工作站 海拔两千公尺 募集了台湾黑熊 过去只在山山中遇见的台湾黑熊 今年以来台中大雪山领导 及安麻山森林游乐区 巡山员和游客五度和台湾黑熊正面遭遇 今年九月七号 三名巡山员就在海拔两千多公尺 而四林林道王亚桑西途中 在棱县附近遇上台湾黑熊 其中一人差点被熊掌击中 三名巡山员和力大声喊叫 这才吓跑超过百公斤重的台湾黑熊成熊 此后游客和联游局巡山员陆续在大雪山林道40K 柏油路上遇见了台湾黑熊 老巡山员指出过去中低海拔几乎看不见熊踪 研派是下山找食物 南投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黑熊研究人员指出 今年高山豪雨比去年多两倍 低海拔台湾黑熊出没频率增加 甚至侵入农民果园 可能与高山气地被天灾破坏 野外果实产量减少 逼得台湾黑熊下山觅食 提醒民众 熊野怕人正面近身遭遇时大声威吓 发出刺耳尖锐声响再慢慢退离 千万不要丢石头攻击 以免激怒台湾黑熊 记者完全不万询台中报道 《окой降 颜值言》 《管车》 幸福原宿 阿 Ol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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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阿 Ol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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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公顷的代表 竟然孙子 阿尼 汴荷 吉阿尼 汴荷 和菜 熊子 福繁華 永返 熊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部落二龙珠 那是新的、奇妙的、美味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好痠 好继续回来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白天冷气团减弱 气温稍微的回暖 但是北部、东半部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提醒大家注意 继续来看详细的山海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部落长者关怀 12月12日 周三晚间事变 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不同的生活现场 寧导原住民影像生命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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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